音乐演奏家倾注毕生新力 与其他领域的大师合奏激荡 在经典与现代旋律之间穿梭长扬 缔造令人激赏的感动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 曾经被华盛顿邮报评为 具备完美条件的艺术家 必定将有一番远大演奏生涯 一起来听他分享音乐之路 欢迎国际知名小提琴家黄俊文 俊文您好 喜爱艺术正发生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那我们知道俊文老师其实虽然年纪勤勤 但是已经叱咤国内外乐坦了 为大家介绍一下 他12岁就赢得台湾全国小提琴比赛第一名 那么2014年是接替日本小提琴家 密多里与史拉特金指挥 率赢得底特律交响乐团合作 西背流式小提琴协奏曲 一战成名 当时是轰动乐坛 演出的足迹是遍及了欧美亚洲 那么通过影片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他的演奏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影片中看到的是2022年 俊文和NSO国家交响乐团 以及音乐总监 准马扣尔一同演出的 秦顺苏格兰 那么这些年 你跟NSO的合作十分的密切 而且后来是还有合作的是 这个专属于你的 跟好朋友们系列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邀请对象跟曲目的挑选 您是有什么想法 今年的音乐家除了有NSO的独奏家群以外 我也为各位邀请到了中低型的教母 日本中低型家金锦杏子 然后我们台湾的小低型家林品润 然后大低型家杨文信 然后还有两位钢琴家 分别是Lucille Chang 还有意大利的钢琴家Alessio Bax 那我在安排曲目上面 跟音乐家当中 我觉得是点线面 每一个面向都需要去顾及到 等于就像是一个拼图 很多的拼图要拼在一起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也许把五位都非常厉害的音乐家 摆在一起 不见得会有火花 也许就像是人跟人 在一个餐桌上面 怎么样安排 大家坐着最舒服 然后再大家讲几话来 是可以有投机 然后有共同的兴趣 然后也因此可以 插出音乐的火花 那这个精神 是不是就跟室内乐 起源的精神 可以说是蛮一致的 对 没错 因为室内乐其实在 17世纪 18世纪 当时为什么叫室内乐 就是因为当时候 皇宫贵族请作曲家 比如说像莫扎特 海顿 贝多芬等等 这些作曲家 让他们也有一个工作机会 然后因此在晚餐之后 大家可以有一点 语心节目吧 需要有非常敏锐的耳朵 然后没有指挥在我们面前 告诉我们要怎么做 所以需要透过室内音乐家 能够培养非常好的一个独立思考 那也跟人跟人之间的应对 你必须要跟你的伙伴们 必须要告诉他们说 这个是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演奏 但是你也不能像暴君式的说 我就是要这样子演奏 你必须要有因有果 让人家可以幸福 那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小型社会吧 是 除了演奏经典名曲 您近年来跟新音乐的合作 也是不以一力 说2023年 你跟NSO 还有朱宗信打击乐团 合作演出的精彩对决音乐会当中 首演当代作曲家 他们创作的音乐 这个部分也跟我们聊一下 是什么样的音乐会 我觉得新音乐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它对于让我了解古典音乐 有不一样层面的一些认知 贝多芬也曾经是新音乐 那我觉得在我现在有 也许有比较多一点的能力 可以去邀请作曲家 我欣赏的作曲家 他们也愿意 看在我的面子上面 为我写曲子 我觉得这是应该任何一个音乐家 都需要去为未来的古典音乐 做一份心力 跟一个耕耘这样 那透过新音乐 那像这次跟朱宗信打击乐团 因为我觉得 会有这样子非常特别的一个组合 打击乐四重奏 跟小提琴的这两首创作 是因为我也觉得说 打击乐器是除了人的声音以外 是所有任何文化当中 唯一有的一项乐器 任何一个文化都会有打击乐器 可以融合 你可能也许两个筷子敲一敲 那就是一个打击乐器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让大家觉得说 原来新音乐不见得说是这么的 令我们觉得这么的陌生 对我来讲有点像是一个圆梦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对朱宗信打击乐团 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感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也是 在朱宗信打击乐教室 学了六七年的时间 在我出国之前这样 你觉得这个对你的音乐之路 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我小时候学打击乐器 到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真的非常重要 然后因为我觉得 除了它培养我对于音乐的兴趣 它让我对于节奏的敏锐度 跟精准度有非常好的一个训练 朱宁从学打击乐器 然后后来变成小提琴 成为加油户小知名的小提琴家 那当初音乐之路是怎么开始的呢 怎么决定我就是以后要走音乐之路 其实我的父母亲不是学音乐的 但是他们对于艺术这件事情 非常的爱好 所以我从小的时候 我是台南出生长大的 那我的父母亲 每个周末对于我跟我哥哥的娱乐 就是可以 我们全家一家四口 可以去也许欣赏一场音乐会 话剧或者是芭蕾舞 我记得在某一次的音乐 父母亲带我去听音乐会的 音乐会当中 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 那我对于小提琴这件事情 突然有深深的着迷 觉得说 哇在舞台上用一个木盒子 然后又不需要麦克风 居然可以在两千个座位 可以让人家这么有感动的声音 然后那个声音是很接近人的 唱歌的声音 能够站在舞台上 然后有美光灯 然后大家都可以很安静的 听你演奏 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这样 所以我当时候就告诉我的母亲 说我想要学小提琴 真的是从小就立定志向 可是对小朋友来讲 应该说以前这样学琴啊 小时候不会觉得很苦闷吗 是什么样的魔力让你这样坚持到现在 学习音乐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辛苦 所以我常跟很多年轻学音乐的小朋友讲说 如果你必须要有一个像你非作不可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心 你才有可能可以走演奏这条路 因为它是非常辛苦 然后你必须要能够忍下孤独的这一面 因为在琴房练琴是没有人想要做的事情 我还没听到有朋友是说我很爱练琴这件事情 这样 那但是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有很多贵人 然后我的老师 像我刚刚讲的朱中庆打击乐教师 或者是我的启蒙老师 也是我在台湾的唯一的一个老师 王立文老师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老师非常的聪明 我的老师 就是每个星期的一些作业 他说如果你下个星期有 有完成 比如说这一首曲子有练好 不是给你贴纸 就是说你可以跟老师拉一首的重奏这样 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企图心 因为我很想要做到 可以跟老师一起演奏 即便就是在他的琴房一起拉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喜乐 然后这就是室内乐 但是也真的是很上进的学生 所以那第一次公开演出 那时候你心情怎么样 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小的时候 其实是蛮害羞的一个小孩 所以我不太擅长用语言跟大家沟通 但是我每个小孩 我相信内心都有一个 很希望被人家看到的一种渴望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演奏的时候 是在我们的教会的一个服饰当中 这样那但是我居然可以站在舞台上 然后大家可以这么如此安静 然后我又不需要用文字 就可以把大家的注意力专注在我的身上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像是一个魔法一样 小的一星居然有这个魔法 可以让大家pay attention 可以对我有一个专注力这样 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那就是音乐的力量 然后刚刚俊文其实有提到说 12岁就到美国求学了 那时候是进入美国的朱利亚音乐学院 听说这一段美国留学 也改变了一些你对演奏的观念看法是吗 我觉得我在台湾是一位很不错的学生 因为老师说什么 我就会尽力的想要做到老师要做的 或者是在学校的国文课 或者什么任何的课 就是大家就是安静听老师讲 这我到美国的时候 第一次我的老师 个别课的老师 小学生老师 他会开始问我一些问题这样 那我其实觉得蛮懊恼的这样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培养说 要怎么样独立思考 那我的老师就说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这样 那有一次我就很frustrated 很懊恼 我就跟老师说 你就告诉我 你希望我怎么演奏 我下个礼拜一定会做到这样 他应该也吓到 对我老师就说 就吓一跳 他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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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很有耐心的跟我解释说 我要老师没有办法 永远都陪在你身边这样 所以我能够教你的 就是引导你 可以去做一个正确的独立思考这样 所以因此对我在音乐的造诣方面 对音乐的学习当中 有很大不一样的感受 跟对我现在 现在自己也当老师来讲 有更多的启发 俊文因为长期是长居纽约 所以跟台湾的学生都是线上教学 比较多为主 所以大家有一句话说 打开黄俊文的一天 要从纽约的清晨四点半开始 这一段故事又是怎么回事 四点半要起床 教学生 yeah well 因为是他的关系 跟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这个合作 其实是谈了蛮久的 那当时候的院长 苏显达院长 他跟我讨论了很多次 邀请我很多次 能够担任北伊达的专任的 小地形老师 这样那因为疫情的当中 院长又在打一次电话跟我说 那如果我们邀请你做线上的专任 我会不会愿意这样 那那个时候我其实本来就有计划说 想要在教学上面有一些琢磨 那因此促成了这件事情 所以台湾的差不多晚上六点到九点等于是美国的 有时候是五点到八点或是六点到九点 就是我就会早上起来 在九点之前可以把我的教学工作做完 那九点早上九点之后就是我的一天的开始 我们真是谢谢俊文对台湾音乐的贡献 那除了演出之外呢 俊文是持续让自己的音乐事业有更多可能 化足了音乐会的规划也教学了 连演奏的舞台也持续多元化的发展 下段节目再来听听俊文的分享 服务馆是24小时都没有休息的 休理的要休理 然后茶玻璃的要茶玻璃 可以跟这些文物一起 可以休息片口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经验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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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影片中看到的是2020年俊文到故宫博物院与现场文物展开中西方的文化对谈十分的特别 俊文是除了常常跟一些不同专业的领域在做合作是不是 像你演奏的场景啦跟这个都不局限在音乐厅 这个经验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次在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形象影片 其实是当时候NSO国家家行乐团邀请我担任他们的助团艺术家的那一年 希望可以邀请我做一个形象的影片 那我因此发想我觉得我是一位东方人演奏西方音乐 那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些结合吧 那当然大家知道说故宫博物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文物 那我因此挑了一个也算是他们的正馆之宝 叫做转心品 然后这个文物跟我的这把小提琴 1742年一个意大利作琴家 Guaneri del Jesus 耶稣瓜奈利 所制的琴 然后他们大约是在十年当中的 差不多同样的时期所创作的 一个是创作西方最重要的小提琴 然后一个是中国的文物这样 那所以我觉得透过巴哈的音乐 巴哈也是在那个时期的作曲家 所以等于我很像是一个主人 邀请三位巴哈 然后转心品 然后还有Guaneri 耶稣这个小提琴 他们的一个对话 当时候的露营 我觉得也是蛮新奇的 因为必须要在故宫博物馆的正常开放开馆的之后 不能有旅客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才能进去露营这样 所以等于是在下班时间 然后到了半夜这样 所以其实博物馆是24小时都没有休息的 休理的要休理 然后插玻璃的要插玻璃 然后拖地板的要拖地板这样 所以对我来讲 能够可以在那边躺个 地板躺个10分钟 然后稍微中间休息一下 我觉得他也可以跟这些文物一起 可以休息片刻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经验这样 对然后另外一个经验不得不说的就是 2021年 俊文庚成为美国第一位古典小提琴家 是受邀站上的NFL 美式足球大联盟赛的开幕 然后来演奏美国国歌 而且那时候是同步转播全球 这个你那时候心情感受如何呢 站在那边 我觉得蛮感动的 当然很多人在比如说NBA的球赛 或者这些都演奏过国歌 透过古典音乐这样 但是NFL还是头一次这样 对我来讲我会接受这个邀请函 其实不是因为说 这个是多酷多炫耀的一件事情 而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 让四万五千个人在球场上 也许有很多是小朋友 也许没有听过古典音乐 也不知道小提琴的声音是长什么样子 但是透过我演奏美国国歌 我自己改编的美国国歌 也许对他们来讲说 原来小提琴是长这个样子 原来小提琴的声音是可以如此 那也许会培养下一代喜欢音乐的人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 我上你音乐路上 你是把美国华盛顿的 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 视为自己音乐的家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什么样的故事 当时候我的美国的首演的独奏会 就是在华盛顿的甘乃迪中心这样 那当然这个机会其实对我来讲 现在还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主办单位 他们会邀请一个没有名气的音乐家 给他们一个独奏会的首演 我觉得是需要某一种程度的魄力 我一直很感恩他们愿意 当时候21岁的我 也没有什么人认识 然后也正是我刚开始演奏生涯的起头 他们愿意下赌注 所以我现在每两年都会回去 甘乃迪中心为他们演奏这样 所以因此我对华盛顿这个城市 也有非常特别的一个情感 然后也认识很多当地的爱乐朋友 然后音乐界的一些好朋友这样 俊文真的是很知道感恩的人 都会放在心上 然后我们刚才听到说 俊文在海内外都有丰富的演出经验 近年来还发行了首张专辑 这个相较于就是平常的演奏会 你有一些想透过专辑 给阅明什么不同的讯息吗 对我其实常常在想说 我们的作家 他可以把他可以写 写诗啊或者是写文章 然后可以做成一本书 留给世人 那我们做舞台上的音乐工作者 很多时候都是那刹那间 带给人们的一些正面的力量 或者是一些感动 对我来讲 能够把我觉得重要的曲子 可以收录下来 我觉得这是可以让我们未来 也可以留给未来的人 有一些这个时代的声音 这样在2023年的10月发了第一张专辑 叫做琴旋才影 英文叫做Kaleidoscope 那这张专辑里面我收录了 我跟我的很好的钢琴搭档 黄海伦 那我们选了两首 我们非常 在我们这十年合作当中 非常对我们非常close的两首曲子 包含了圣桑的小丁琴周明曲 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让喜欢音乐的朋友们 跟我再一次的爱上小提琴 所以明年还会有第二张专辑的出版 而且感觉就是把自己的作品留下来了 对不对 其实2024年3月中旬 你在台湾也陆续有展开一些演出 是不是也帮我们简单的先介绍 预告一下 在3月17号 在国家音乐厅和NSO国家家行乐团 还有音乐总监June Markle 一起为大家演奏 柴可夫斯基的小地心协奏曲 那这次的曲目 其实是我们在去欧洲 4月要去欧洲 之前的一个新潜音乐会 那也是NSO国家家行乐团 在疫情之后 第一次再次回到欧洲的音乐市场 做一个巡回这样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Giwin老师的分享 也期待您的新演绎 让这个当代作曲家的一些新作品 能让更多人看到 谢谢您的访问 谢谢 那广告回来呢 就带大家一起来聆听 Giwin老师跟钢琴家 黄海伦在琴顺餐饮专辑当中 共同演奏肖邦的夜曲 温婉的旋律是十分动人 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是陈喜军 艺术正发声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